奶奶洗好澡了 爸爸要把奶奶背去客廳 坐著看電視 安妮在後面守護著 爸爸要開嗎? 蛤? 一日後一日啊 安妮謝謝 哎呀哎呀 我那時候還活著 沒問題 好啦 爸爸把奶奶背著 放下來了 奶奶說她濕濕的 她嘴巴濕濕的 奶奶說她腳濕濕的 嘴巴也濕濕的 現在已經調正了 爸爸幫奶奶穿上拖鞋 然後奶奶就可以開始 也不行還要吹頭髮 奶奶的頭髮比較稀疏 所以吹起來比較快 這樣撥一撥弄一撥很快就好了 這樣撥一撥弄一撥很快就好了 不會 我不會裂 欸應該說我 我有 我有用保鮮膜把它包起來 沒有啊 就包起來 然後塗要包起來 比較不會裂啊 比較保溫 保濕 拖到一半要把人趕下去 不會裂著回憶 是因為語言不通 才會有口角糾紛 歪 歪 歪下車 歪 歪歪歪 歪歪 公正司機停在路後 主持場門路後 要騙民歪 走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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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她可以吃番茄啊 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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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要吃番茄嗎 不要 是喔 接下來 要 吐 吐 爸爸去拿了一罐乳液 然後提供了一根棉花棒 讓奶奶挖耳朵 直接停在路中央 哇好台差啊 好痛到的 嘔吐 是喔 你都沒用這個東西 OK啊 奶奶自己會挖耳朵 現在換 又有結束 換左耳了 公車業者表示 掉一件事器 可以發現這位移工 從上車前 就不斷地大聲講電話 自己用中文提醒 因為語言不通 才會發生糾紛 原來現在 左耳也快好了吧 我帶來幫他丟 怎麼好啊 還在左耳挖比較久 還在挖 流口水了 把你給我先死了 還在流口水了 嗯 還在流口水 還在自由還有妨害公務來辦案 才會想到 要利用破壞巡邏箱 來報復原警 男子走在路上 低著頭 心中這一股氣 他實在咽不下 看到路邊牆上有 僅用巡邏箱 先動手一扭 扯下來 再丟到地上 他抬起腳路上 看到巡邏箱 瞬間咪咪冒冒 才心滿意足離開 但究竟巡邏箱 哪裡愛到他 警方第一時間 也想不透 把巡邏箱想像是原警 男子自稱這樣 會讓他比較氣消 原來他長期和鄰居相處不愉快 曾經為鄰居 阻止他在家門口堆放雜物 心聲不滿 產生口角 驚動警方到場 鄰居指控被他攔著 沒辦法離開 警方到了 他也拒絕配合 事後被依照妨害自由 以及妨害公務罪 依送法辦 就是他會 東翹西翹 因為晚上會被他吵 對我只知道大概這個程度 基本上就是他 有一個自由 那 你人住三樓 你東區 除非人 探討 齁 他腳很細 男子鄭上鄰居 再因為拒絕配合 道愛說明 遭發普通氣 深被兩條通的他 四處躲 直到這一次涉嫌毀損 巡邏箱 才被原警 拒捕 男主躲後 也向警方吐補水 說自己工作不順利 只是把巡邏箱燈出氣包 變了變了 不用了吧 我可以了 國民黨台北市立委 補選參選人王洪威 接到一次 推到恐嚇電話 他立刻是報警 申請隨後 准台北市長 蔣萬安就痛斥 絕對不允許 黑暗勢力 染指台北 他是上任之後 一定會追究到底 最安心 很好 很好 好吧 好 整個流程算結束了 謝謝爸爸